很多人开车时习惯开启车内循环 阻绝外界空气污染 但像是计程车司机长时间开车 车内空气不流通 容易导致精神状态不佳 车内意味散不掉 也影响乘客搭车意愿 曾经是做到是说 车子上面会有冰廊啊 或有一些就是 可能有载过宠物的 那我的小孩 他就会有过敏性的一个反应 那在这个反应的时候 他会鼻子哑 有时候会闻到那种皮革味 会塑胶味或是眼味 就是车内一些味道比较不好闻 我头就是会比较晕 然后会觉得很想开窗户 但是开窗户又觉得空气 那些脏东西都会飘进来 全球新冠肺炎仍在延烧 一些计程车司机在车内安装 空气清净机进化车内空气 去除病毒威胁也消除异味 在密闭空间内保护自己 也保护乘客 如果你要开窗户的话 白天的空气又不是很好 那晚上也要顾虑到 有些乘客有喝了酒 那他下了车以后 可能下一个乘客上车 那个酒味可能还在 所以我才决定 装一台空气清净机 乘客说大车起来 比较没有异味 大车起来比较舒服 台湾防疫新生活期间 各行各业防疫工 坐整不敢掉以轻心 计程车司机除了安装空气 清净机也少不了情消毒 现在民众在Apps叫车 甚至能直接选择空气清净车 上车就有空气清净机 搭车不用担心 空气异味问题 还能降低病毒威胁的机会 记者天文生台北采访报道 在电视机选择空气 啰碰趾 踢 芯 ől ела 山